第七次就是說 這次的辯論會是無關於大選的 是跟選舉沒有關係的 所以它是完全一個純粹的公共政策上面的論述 可以想像可以很理性的在辯論 那第二個就是過去我們政黨領袖有很多的見面 可是見面通常都是流於應酬化 或是就是交換一些沒有什麼 漫無邊際的一些見面 然後甚至還發生過什麼扁連會 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可是無疑是在藍綠對立的這麼嚴重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馬總統跟蔡主席願意坐下來 用公共政策的方式去辯論去理性討論 我覺得這怎麼樣來講 對臺灣社會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現象 然後再來主要就是這兩個人的形象 跟過去的政治人物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也許馬英九總統 他也從選舉選了很多次 但是我們在他身上還是感覺到有些 比較不像那個傳統民進黨政治人物出來 或是傳統選舉的人這樣的特質 他有一些文官的特質 然後包括這個蔡英文也是一樣 他有一些所謂一個比較技術性 然後我們期待他可以比較在專業上面展現的一些論辯 所以而且這兩個人背景又相同 所以我看這個這場期待 這場的選舉大家非常期待 昨天市面上已經有人說 乾脆把電收關一關 然後就來看轉播節目 全日休息來看電視 對啊對啊 所以就是說下面這場的確是很重要 雖然我相信啦 辯論完之後恐怕也不能改變什麼事情 但是總是給大家一個理性論辯的一個平臺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對臺灣社會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創下我要請教你 有人講說這一次辯論 雙英不絕對沒有輸假 兩邊都各自要導的 馬總統呢 可能是可以藉由這樣的場合 更多民眾 就像剛剛林鳳講的 大家整個頭路照起來 全心來看電視 到底馬總統怎麼說 X法對臺灣的重要性 所以大家馬總統可以充分跟民眾溝通 第二個蔡主席呢 也可以得到所謂的充分的時間 去論述為什麼X法對臺灣是有爭議的 如果說我們不要從誰輸 誰贏的角度來看 臺灣民眾 我們不要說外行的看熱鬧 可是內行的要看什麼門道 我們從這一場辯論 可以得到什麼東西 對臺灣人民是真的有益的 基本上雙英誰勝誰輸 我想說很多人民其實沒那麼在乎 但是很多人會非常緊盯的 要把咖啡館關起來 晚上要專程來聽的是什麼 他們怕人民是輸家 而且輸家不是簽的 其實剛剛講到說歷來沒有 總統正式辯論是什麼 因為那是不正常 所以終於回到正常 終於回到正常 蔣經國的時候跟邱連輝 黃信介常常談 李登輝也常常談 是陳水扁把它變成是 會面這樣是一個政治操作 當中馬英九和蔡英文的時候 2008藍綠大對決的延長賽 延長了20個月 雙方不見面 正常民主國家 哪有這種不見面 好像住在銀河系的兩端 幾光年 時空隧道走不到 所以終於願意見面 是一個正常 但是老百姓關心的是什麼 不是關心政治 而是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對臺灣來講 臺灣的未來的 如果我們用專業名詞 叫做國家總體發展 戰略的一次對話 而這個對話的意義在於說 是要繼續延續著 80年代以前跟著日本 80年代到21世紀前 跟著美國的 帶頭 世界帶頭巨焰 我們的焰行理論 還是說 要開始 経壯起來要做天地一殺毆 我們靠自己的力量 靠自己 我們不要再跟隨的任何人 這是一個 國家經濟戰略的總辯論 但是今天的這種意義 我希望是聚焦在這裡 如果是誰輸誰贏 誰的颱風比較好 誰比較高誰比較矮 誰的領帶比較好 還是私心比較好看 那個就是私交 或是有沒有電箱 對 那就私交了 去剪頭髮 這種大概是 我看不順的 應該注意 可是班農 我要請教你 究竟民進黨如何看待 這一次的辯論的意義 目的是什麼 你們是要說服馬總統 剛剛主委也有談到說 六月是計畫 沒有說誰說 一定要限時限量 如果說 真的是有疑慮 就七月八月 或者是甚至可能 就完全不簽 這個是計畫 因此有彈性 如果是這樣 民進黨這次辯論 究竟要說服什麼 是要說服台灣民眾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看 四個人對於這一場辯論的意義 他們如何解讀 馬總統說 可以讓雙方支持反對的雙方 都講清楚 做一次說清楚 然後朝野來對話 共商國事 這是非常重要 這也是剛剛創下所說的 但大的張五月 張老師說 如果他前面有一個前提 如果朝野可以平心靜氣 坐下來對話 就代表說 長期以來 臺灣對立 撕裂的這個情形呢 總算有一個機會 可以排除政治干擾 可以停止惡鬥 可以回復理性的一個空間 但這是如果 我們要看兩點 是不是真的能夠理性的對話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猜出 他說呢 ECFA所引起的社會整體問題 跟政府要怎麼面對 這個才是辯論的重點 前副總統呂秀蓮 他說呢 主要框架都說好了 說到差不多就要簽了 你現在再來說要來辯論 太過頭了 所以辯論前 應該要暫停兩岸的這種協商 民進黨 究竟透過這次辯論 想達到什麼目的 剛剛俊平兄講的是 我有史以來 第一次聽到 國民黨說 可以在六月只是一個建議 而不是六月要簽 我想包括前幾天 總統府的新聞稿 我都還看到 他就是說 不論辯論結果怎麼樣 馬總統就是質疑一定要簽 所以我想 待會應該請馬總統 公開跟全國人民承諾一下 說我過去所提的六月 只不過是一個建議 計畫 也是一個計畫 如果不行的話 我也沒有時間表 我願意讓這個ECFA的議題 讓社會充分溝通之後 我再來做決定 我認為這個是很重要的關鍵 社會很大的之議 我希望待會在辯論場上 我們聽到 共同聽到馬總統這樣講 我待會會特別聽 有沒有講這句話 因為我覺得這個 就如同我想 不只民進黨民調 我想各個機構的民調 都充分顯露一個數據 也就台灣社會 對ECFA的認識程度 將近八成的人 都不知道ECFA是什麼 那我相信 那個百分之二十 自認為知道的人 我也不認為他真的 所謂的ECFA的全貌 也就是說 自由貿易的概念跟全貌 也不一定掌握到那麼詳細 就像我可以上台來辯論 或許我還有很多部分 跟更專業的人來談 我覺得我還有不足之處 所以我要講 這是第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也因為有這樣的一個 如果馬總統願意說 ECFA沒有時間表 他可以無限往後延期 我覺得這個就是今天 如果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認為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請求 沒有啦 他不是說沒有時間表 他說六月是假月 沒有 請總 假月 我六月到底你六月要簽 反過來你要跟人民承諾 換言之我不一定是六月 如果朝野有意見 社會有很大的聲音 我願意把這個時間往後延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承諾 這個就表示說 我當這個總統 我願意去傾聽人民的聲音 聽完全部人民聲音 再可能提出來好的建議 或者ECFA對台灣社會的衝擊 你的執政黨都做好了 準備了 社會也都接受度都很高 吳敦義講過 六成的支持度 國民黨才要簽 這吳敦義親口 我想報紙上都寫 大家都讀到啦 所以我覺得這很重要 民進黨在之前 在辯論之前 我們沒有聽過 包括國民黨任何一個人講過說 六月只是一個建議 沒有一個確切的時間 如果是這樣 之前我沒有聽過這樣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如果馬總統 他不願意聽在野黨的聲音 不願意聽人民的聲音 那這場辯論 我們就會變成說 我們不希望去 我們沒有期待去說服馬總統 因為他一定要簽嘛 所以我們會期待說 讓臺灣的社會 讓臺灣人民更加清楚去掌握 了解ECFA是什麼 所以我知道 你有完全不同的意見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 現場的畫面是 我們的總統馬英九 已經抵倒公共電視 A棟的這個大廳 待會呢 他等一下也就會直接 進入辯論會的會場 我們看到現在馬總統 已經進入電梯 換句話說 等一下準備這一場 真正的所謂的臺灣 有史以來第一次現任總統 跟現任在野黨主席的辯論 就馬上要開始 主委 台東話發言人的空 我不得不佩服那個齊昌兄 文字運用之奧妙 真是讓我非常的敬佩 我剛剛提的是計畫 不是建議 那剛剛齊昌兄說計畫 所以說不要有時間 建議所以說不要有時間表 就是因為他是我們的計畫 他就是我們的時間表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民進黨其實 負責任了一個在野黨 我倒是認為這個時候 我很期待兩個小時後 一個半小時之後 我們從民進黨蔡主席口中 提出來對國民黨兩岸經濟協議 他有什麼樣的建議 而不是提出他有什麼樣的恐懼 你要講的是說 怎麼樣的具體的東西 如何能夠讓我們這樣的計畫 讓我們這樣子的簽署 對臺灣真正有利 而不是說提出很多的恐懼 但是這恐懼卻沒有一個精準的依據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另外我剛剛要提到 呂副總統的內容 我要回應 他說都已經簽訂了這些 說得差不多 你說得差不多 來 如果說呂副總統 在過去兩年曾經積極倡議 應該朝野對話 應該雙英對話 他這時候講這句話有道理 過去也不曾聽過 呂副總統堅持說 主張說朝野要對話 等到這個時候講說 說得差不多 按照他這種邏輯 朝野永遠不需要對話 我認為這個東西 只是口惠而已 沒有實際上的效果 如果他會被行動